科研大附近富裕 自己发明的风格 长者们跟着老师的动作 一起前后律动 活动身体 这里是台北市人民会将长青乐活 与其老服务中心合并后 所成立的原住民长青学院 目的是为了让影法照顾计划更全面 原住民长青学院最重要的就是 把长辈的 以前在部落生活的这种文化记忆 跟文化经验 融入到我们的课程里面 原住民长青学院将资源整合后 长者能根据自身兴趣 选择不同据点跨区学习 除了能参加乐活课程外 也能更深入研习成为文化推广员 我们可以培养 原本是接受服务的长者 去做文化传奖这样一个服务工作 这个就是台北市原住民长青学院 跟一般学院比较不一样的一个地方 学员们专注聆听讲师授课 不时低头做笔记 除了以头影片上课外 讲师也带领大家手作原住民神鸟 西西林鸟 传说西西林鸟具有神力 因此原住民出外打猎时 会以西西林鸟飞行的方向辨别吉凶 在学院的时候可以得到很多知识 所以我到学校的话 就以我所学习到的 来去传承我们原住民的文化 原住民长青学院使读会区长者能够走出家门 参与多元课程建立友善健康的饮法生活 记者李淑薇 黄诗淳采访报导 有没有 有没有来得美的 还有没有 任何要跟你说 市里出国是